第1181集 神灵谷不足一日就被人搜刮光了 许多人都有些心疼 真正的神藏地早已被烧了个干净 直到有祖王亲至 这片山脉才一下子干净了下来 所有修士全都是战战兢兢的退走了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 震撼北域全天下结晶 觉醒过来的祖王不可能不关注 事实上 他们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恐惧 没有人比他们更了解神灵谷那三尊谷王有多么的恐怖 但却这样被抹杀了 他们不得不亲自来探查 想要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人族无始真的活着吗 他坐下的弟子都可震杀神灵谷 这个张灵必是通天彻底的大圣 这一日许多古王聚在这片废墟上 全都感觉几倍发凉 觉得呢莫名发笔 通体冰寒 这一战神灵谷仅有一女外出没有被杀 其余全灭 幸存者名为紫天凤 是紫天都的包结 天皇子大吼 脸色铁青 将一个茶杯摔了个粉碎 许多古族都知道 他曾游说一神灵谷 让他们出兵难领 血系满足 而今却发生了这样的事 五十怎么可能还胡着 他咬牙切齿 这一次神灵谷被灭了 对他的威信打击是巨大的 身为神之子 有别人无法比拟的光环笼罩 但却也架不住这样挥霍呀 人之一生 在时间长河中不过是一顺 而若是死去 却是永远 比患谷还要久 轻易不贪死 因为生比死要短暂的太多 值得珍惜 这些曾是张琳说过的话 杨仪迟迟的响 双眼又模糊了 最终他怀抱着那黄土 一步一步的远去 他的下一站在哪里 也许是原天师实寨故地 也许是杨仪后人而今的居地 也许是瑶池 叶凡目送他离去 只能发出一声轻弹 却无法相助 许多事都可以自己去度 才能真正的过了那道关 北玉乱了 深不可测的神灵谷被抹杀 自万族中除名 颠覆了人们的思绪 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身为太古一大王族 历经千劫万难 自古长存 始终屹立不倒 什么样的敌手没遇到过 太古年间何其残酷 古族林立 经历过血水漫天的大战 种族间一战 动辄就是数千上万年 他们是当中的精粹 不然何以传承下来 越战越勇 被封为王族 见惯了大场面 遇到过无尽大敌 从太古大劫中闯过来后 本以为可以均临天下 慢慢休养个数千年 不曾想刚出世就被灭了 而且是他们所轻视的人族所为 要知道 在太古年间 这个种族并不被看好 数次有灭族大鳄 艰难的走到了今天 刚从沉睡中醒来 以为到了他们辉煌的年代 却是这样一个结局 让许多古族都倒吸冷气 心中发寒 暗流汹涌 整片北域都不平静 唯有人族在激动 热血沸腾 无始大帝坐下之人出手 牵动了所有人的心 这一战的影响太大了 所有太古种族都发毛 如此强大的神灵谷都被灭了 还有谁不胆寒呢 叶帆听到这些消息欣慰 杨林没有白死 一战镇压北域各方结局 他并没有耽搁时间 赶往自己的埋身处 去取自己的真身 当初考虑到进入紫山太过危险 临去前他留下肉身 以及一缕元神 留下了复生的希望 山地宁静寸草不生 没有一丝声响 叶帆掘开土层 植入地下数千米 当场变了颜色 有人来过 他当时就急了 这是他的道区 唯正道之根本 有一点闪失都不可承受 是谁来过此地 当来到地下最深处 他见到了一个道洞 浑弱天成 叶帆鼻子差点气歪 这狗狮的断特 这个缺德胖子没在眼前 如果在此 他不介意将其吊起来打 当一回暴徒化身为蜂魔 我是一位伟大的考古者 在地下时事中 仅有这样一行字 叶帆所布下的原天阵纹 都被瓦解了 断胖子 叶帆摸牙 而今这个王八蛋 在何方 怎么能寻到呢 他离开此地 以改天换地大法 让这句肉翘年轻 而后呢 走向人族的城池 他强力的想知道 他失踪的一个月 发生了什么 不了解不知道 一了解吓一跳 这个断胖子还真是敢炸火啊 天皇子被称作鸡蛋 远古被叫做西瓜 撕出叫板 扬言要大决战 可每次都会与敌手擦身而过 始终没有站起来 死胖子这一个月来 到处挑衅与叫嚣 连神灵谷都骂成了锤子 一副举世皆敌 唯我独尊的气概 他没有被人载掉 依然活蹦乱跳 也算是一种本事 这一个多月来 人族圣体风头之尽 一时无两 如果没有神灵谷被灭一世 谈论的绝对都是他 叶凡很是无言 虽然断得惹的那几人 也都是他想杀掉的主 但这个王八蛋也太欠揍了 他一路追了下去 想要寻到其踪迹 赶紧将真身夺来 但是呢 这个混蛋 似乎是知道最近树敌太多了 有些危险躲了起来 很难揪出来 在接下来的半个多月里 北域大乱 各族都在思量 在暗中认真查证 想要得知真相 雪黄山 神残岭 火林洞这些地方 出过古皇 是否有皇者古兵 甚至其他底蕴 很难说清 连他们也被惊住了 到处查探 古之大帝是否还活着 成为了所有古族的一块心柄 按理来说 不应活在世间 但是这一战却过于吓人 为什么会这样 太古族王在低语 思索这一切 久久不言语 太古年间 蛮荒大地上古墓参天 异兽横行 各部族间 常发生大战 但却少有这样摧枯拉朽的 一夜间神灵谷全灭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 北域依然一片复杂与混乱 没有人敢有大动作 全都怕触碰到什么底线 终于 几大古皇族相商 发出了一则通告 言称正道成仙 是修士的终极目的 无需在这条路上相残 这则消息一出 天下哗然 太古各族的语气 明显软化了不少 似乎不再是高高在上了 愿意各族和睦相处 无论是太古的皇 还是后世的人族大帝 都曾说过 万物相生相可 各族繁衍 都有存在的道理 上天 一视同仁 太古皇族 有人说出了这样一番话 又让天下一番震动 他们改变强硬态度了吗 真要与人族和平相待吗 有人族教主得西后 隐约间猜到了 古族的忌惮与意图 迅速做出回应 言道 一个万古少见的大事来临 当让其成为一个盛世 而非一个可怕的乱世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北域乱局喝缓了不少 不论是人族 还是太古诸族 皆恶暗自尝出了一口气 在这期间 各方都在试探 通过一些特别的场合 传出一些信号 有许多都是关键性的问题 最终像是达成了一种默契 太古各族 没有人再言说 要去征伐攻下灵药 龙器 地随等最多的地狱 而人族大教也实实表态 武裕大地广袤无银 有许多名山大川可入主 万族不会缺少净土 张霖一战震慑北域 天下像是一下子和平了下来 短时间内 多半不会有大乱发生了 不过但凡是大教都知晓 这只是一时的风平浪静 今后会怎样 谁也说不清 祖师 你这一战打到太古各族都怕了 攻击 永远都会被人族铭记 叶帆常谈 将一碗酒水倒在地上加以祭拜 同时他也一阵的悠然神亡 武士大帝的威名果然盖世 这一次假借他坐下之名 起了不可思议的大作用 这样不见得能长久 叶帆自语 想要继续震慑 只会越来越难 虽然还有几步可走 但还不到时候 最起码目前可以稍微安宁一段时期了 他必须要迅速的成长起来 在真正的黑暗动乱爆发时 才能有立足之地 太古万族与七大生命禁区中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是古之大帝都不能彻底铲平的地方 若是深想的话 实在是过于可怕 一个相对平和的时期到了吗 所有人都在欢心鼓舞 只是不知道能够延续多长时间 断得你个王八蛋 到底去了哪儿 阿弥陀佛 就在这一日遥远的西末 寻弥山上传出一声古老的佛号 震动了所有的古庙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投驼渊 讲故事